欢迎进入孟之兰 孟六家 致敬百年风华 风华正茂 奇事可为 百年很长 一代代人接力奋斗 书写答卷 百年很短 如梦不舍光阴 奋斗 只争朝夕 在时代面前 个体也许渺小 但无数个体闪耀的智慧光芒可以照亮时代 然而 前进的步伐并不总是一帆风顺 面对艰难的时刻 我们从未退缩 披荆斩棘 踏浪 在磨难中奋起 在奋起后 辉煌 也许我们会问 究竟是时代造就了我们 还是我们成就了时代 无畏 赤诚 坚守 奉献 正是这个时代里平凡的你 我 成就了属于这个时代最美的风华 百年征程 跨越山海 我们完成了一次次挑战 如今 我们不断用中国智慧 中国创造 引领世界发展方向 中国空间站载轨锯舰全面展开 北斗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展开 天文一号成功着陆于火星 长安五号任务的实施将成为我国探阅历史上重要的里程碑 我们一路前行 汇聚小我 凝聚大我之力 以无我之心在时代前行 我是理想 与时代同行 更好的时代 值得更好的你 孟志兰 孟六家 致敬百年风华 孟志兰 孟六家 致敬百年风华 广告号更精彩 致敬百年风华 精彩继续 更好的时代 值得更好的你 孟志兰 孟六家 致敬百年风华 致敬百年风华由东鹏特影荣誉赞助 年轻就要醒着拼 累了困了 喝东鹏特影 观众朋友大家好 这里是江苏卫视 孟志兰 孟六家 致敬百年风华 节目现场 我是理想 本节目是由江苏卫视 预生文化优酷视频联合出品的人文讲书类节目 更好的时代 值得更好的你 孟志兰 孟六家 致敬百年风华 致敬百年风华由东鹏特影荣誉赞助 年轻就要醒着拼 累了困了 喝东鹏特影 致敬百年风华优酷全网独播 看综艺 长知识 上优酷解锁更多文化节目 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 致敬百年风华更多精彩奖先看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江苏卫视致敬百年风华官方微博 观看合集边看边聊 建党百年奋进故事 用您的文字致敬那些默默奉献 无悔青春的共产党员们 新华网客户端引领品质阅读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机 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 新中国成立之后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中央坚持把科技创新 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以前所未有的力度 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 科技自立自强 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走好科技自立自强之路 是中国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所在 责任所在 研发和推广中国人自己的 海水道技术 实现粮食大增产 切实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更是关系到国家民族的 未来发展大际 如今一批中青年科学家 接过先辈的旗帜 背负起数代人的梦想 接续奋战在 海水道研发推广第一线 他们的青春人生 也如同田间饱满的稻河 正向阳微笑 绽放华彩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认识 海水道拓荒人张国栋和于蒙 2012年张国栋团队 在袁隆平院士的指点下 开始聚焦海水道 从此张国栋和海水道的故事 写下了序章 六年了 这里从贪图终于变成了稻田 一二年 我第一次见到了袁隆平院士 当时我紧张的呀 说话都哆嗦 我问袁老 我说为什么您的杂交水道 在北方地区不多见呢 袁老耐心地向我解答 他说南北方的米形不同 成本和优势也不同 听了袁老的话 当时我就在想 如果在北方推广杂交水道 是不是个突破口呢 袁老接着说 北方缺水 严谨地多 但是可以走 耐严谨路线 我的心一下子就动了 好 那咱们说干就干 白手起家难度不小啊 不过在重压之下 我们没有一个人退缩 努力之后必有回响 我们咬牙度过了 最艰难的时候 几年的尝试与研发 青岛海水道研发中心 终于成立了 去年我们就交出了 亩产六百二十点 九五公斤的好成绩 不光是在国内 这次迪拜的实验田 也有了新的突破 我们独创的 沙漠岩碱改良技术 让实验田产量 全都超出了世界平均水平 而这也是人类 首次在热带沙漠 成功地种植出水稻 好 我们离造福全人类 又尽了一步 昌总 您怎么来了 小鱼 我来看看大田呀 怎么样 长得挺好的 我没说她 我问的是你 你说你啊 一个研究生又是个女孩 大田种植还有品种筛选 还适应吗 适应 这儿啊 除了晒得黑点 这种辛苦 不算辛苦 好好好 来来来 坐会儿 好 谢谢张总 您看啊 这么重要的工程 这万一要是产量不行 那可怎么办呢 可以理解 我告诉你啊 一七年我们技术领先 全球之前 我跟你有同样的忧虑 可是原老一直在鼓励我 他跟我们说 从古至今 农业的进步 总是在不断地尝试中取得的 你看我们的团队就是啊 就是在每一次的成功 和比成功多百倍的失败中 走过来 我明白了 心无杂念 聚焦培育 就一定能够有所突破 没错 您放心 这份重担 我们一定扛起来 一个国家的父亲 一定要有 敢做梦的年轻人 然后再把这些梦想 统统变作现实 原老曾经送过我们一句话 我认为这句话 同样可以送给你们 拓荒人精神 心火相传 我叫张国栋 2012年 在袁隆平院士的指导和提议下 我们成立了一支海水道研发团队 致力于海水道项目的研发和推广 我叫于萌 26岁硕士毕业的我 有幸加入了袁隆平院士的海水道团队 从事海水道育种的工作 烈日当空 在水道田里劳作 是我平时工作的常态 只要能选育出最好的海水道品种 暴晒 流汗 我们90后从没怕过 在从事这项事业的近十年期间 我们始终践行着 是要为中国改良一亩岩碱地 实现荒滩变粮田的决心与报复 为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共同努力奋斗 更好的时代 值得更好的你 有请张国栋 于萌 大家好 我是张国栋 大家好 我叫于萌 欢迎两位 说到海水道 可能很多观众都会好奇 说海水里都能种稻子吗 能不能跟我们先介绍一下 实际上海水道 它只是正常水道的 一个特殊的品种和品系 是耐岩碱水道 主要用来种植在 这个岩碱地上 探土地上 我们利用这种耐岩碱水道 进行土壤改良 把一些荒地 岩碱地 把它改成好地 咱们的这个海水道 其实它的品种是很多的 就像咱们的北方是京道 南方是仙道 我们会根据不同地方 它们有不同的口味 去做这个耐岩碱水道的 育种需求 我们知道 在袁隆平院士的带领下 中国在杂交水道领域 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就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 还要费很大的力气 下很大的功夫 来去研究 岩碱地种海水道 是这样的 我们主要基于三个方面 那第一呢 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呢 就是口粮呢 基本上可以实现自给自足 但是呢 我们国家的养殖业 比较发达 食品工业比较发达 这个养殖业的原料 和食品工业的原料 大多数来源于进口 因此呢 我们必须要不断地 提高着我们自主的粮食产量 那么第二个呢 是随着我们国家这个人口 和全世界的人口的 不断地增长 新增这一批人的口粮 如何确保 那也是我们国家面临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第三个呢 随着我们国家 建设发展的这种压力增大 有大量的土地 需要让位给经济发展 那么我们就必须 从一些这个边际土地 未利用土地上去找出路 那因此呢 我们希望能够 在中国的两到三亿亿亿亿亿亿亿当中 改良一亿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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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杂交水道一直在中国的南方地区 特别的有名气 而在我们北方地区很少 那如果我们做这方面的工作 做北方的水道的话 您知不知识 他听了以后非常认真地跟我说 在北方做 那么就意味着要解决汗的问题 汗的问题 就同时意味着碱的问题 要解决内延碱水道品种的问题 如果你们去做的话 我就支持你们 他这句话呢 对我们就大核鼓舞 就组建了一团队 我们现在差不多有三分之二以上的 都是80 90后 其中呢 党员也不乏有很多人 也是因为海水道 一亩荒滩变凉田这个梦想聚集到这儿了 然后我们现在全国各地 十多个基地都比较偏远 而且气候特别的恶劣 对 只有越大家不愿意去的人气罕至的地方 其实才是你们的战场 我们一共有一百多个中华独荒人 他们都是90后 而且他们也是常年驻扎在这个基地上 我有一个同事 也跟我差不多 叫张国东 就跟张总的名字差一个字 对 他是2013年加入到我们公司 他就是常年驻扎在青海格尔木 他的夫人呢 就是去年也是生了孩子 不能回家 就是经常农闲的时候 就会拿出手机 视频 微信 跟他们聊聊天什么的 他经常就会说 我的祖祖贝贝都是种这个小麦玉米的 他对这个土地有一份就是热爱 他觉得做这项工作呢 非常有成就感 就这么多的年轻人 在咱们的团队 为了海水道这份事业 不怕苦 不怕累 充满热情 干劲十足 就像东蒙特影唱到那样 年轻就要醒着拼 在年轻人这股拼劲下 海水道的研发工作 很快就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是的 从2012年开始 我们得到了东营市和口区的大地的支持 帮我们提供了13000瓶的育种大狂 提供了一些这个实验装备 我们在这里进行了这个 为期五年的育种 但是呢我们低估了这个困难 选育一个品种需要八代时间 即使到三亚做这个家贷育种 也需要三年时间 那因此呢这个资金就花得特别快 到最困难的时候呢 这个我们所有这个创业者 把自己的房子都押给了银行 资金链也都断得差不多了 但是呢好在我们养员坚持下来了 到了2016年呢 我们发现了很多 可以供产业化推网的 有潜力推网的一些品种 那因此呢这个项目呢 有原因是正式跟青岛市 进行了汇报 那么青岛市就决定正式成立 青岛海水道研究发展中心 袁隆平院是担任我们的 这个首席科学家和法人代表 我们终于有了一定的科研基础 和技术储备 也有了国家和政府 更多的一个指导和鼓励 那么大家都燃起了熊熊的斗志 下决心一定要在这个海水道 重视研发领域做出一个 让我们国人值得骄傲的一个成绩 我们经过专家的评审 测定 最高的材料是YC0045 母产达到620.95公斤 不错不错不错 可以的 100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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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18年 习总书记在新年贺词当中 还点赞 自此海水道进入了 中国老百姓公众的视野 而且受到了全球的广泛关注 是的 因为海水道它的测产成功 阿联酋的这个总理 也是这个迪拜的酋长 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呢 就主动的就是联系到我们 希望嘛就是我们到那边考察 看看能不能到沙漠里 到阿联酋 到迪拜去种植水道 迪拜这个地方 历史上它从来没有一个农业 因为在沙漠上 它不可能种植任何作物 它所有的粮食都是来自于进口 因为在这个沙漠的 激单的干燥的天气 水道的花粉暴露在高热的环境当中 三秒钟就会被杀死 那么另外呢 有大量的沙尘暴 因为水道是一个 非常怕捣服的一种作物 对 第三个呢就是说 那边是没有淡水的 接不接 做不做 那我们肯定是心理上非常忐忑 当时袁龙平院士就跟我们说 人类历史啊 特别是早期历史 就是一个挑战的历史 对 每一次基础进步 特别是农业的技术进步 都是实验出来的 种出来的 它就鼓励我们大胆地去尝试 把中国人最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 特别是水道领域当中 遥遥领先于世界的这种技术 要展示给世界 到了迪拜以后呢 我们根据它的气候带和气候特征 找了一百多个品种 进行这个初步的筛选 实际上百分之八十的品种 是在这个初期就被毙掉了 他们认为我们可以做不成 后来呢我们就从存留的二十种当中 重新做了设计的实验 而且我们在种植栽培措施上 也进行的创新 比如说在一定的生长区 加盖一些遮阳网 在一些花粉兽粉器 进行水雾的一些喷洒 我们第二批苗出来以后 那么整体的表现已经非常不错了 那么到了第二阶段 到插秧以后呢 我们就应用了我们最独特的 叫四维改良法 还有物联网的一些监测技术 所以说在我们的砂质土壤里面 加上了传感器 进行了一个全自动的 这个一种制补农业的一种部署 经过一个种植剂 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成功 其中呢有一个品种 是超过了这个400公斤 达到了520公斤的亩产量 超过了中国水稻的亩产量 超过了全球300多公斤的亩产量 在全球是领先的 对 这绝对是奇迹了 对 用阿拉伯语 在我们新华社报道以后 就是至少有十几个国家 都到我们的参观 在2019年呢 那个塞拉利昂的大使 专门到我们这调研之后呢 邀请我们团队 去到塞拉利昂 去进行考察 塞拉利昂是咱们全球 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 粮食问题非常严峻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 利用我们中国的这种 水稻高产技术 能够改善当地的人民群众的 这种生活 我们也做了大量的方案 我们非常希望 把中国的海水稻 种在非洲的大地上 用中国的农业技术 解决咱们世界 粮食安全的一些问题 让世界人民获得幸福 那经过很多年的努力 我们离实现 一亩荒滩变粮田这个梦想 越来越近了 但是农业生产的示范 是一个周期 比较长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咱们会有什么计划 从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 成立之后呢 各方的力量 特别是政府的力量 都对我们进行大量的支援和支持 那么接下来每年 这个变化都非常大 比如说我们从16到17年 这个年度呢 这个原因是带领我们 设立了那一年水稻的 国家的一个审定标准 只有有了审定通道 将来审定的种子 才能市场流通 才能大面积的推广 那么到了2020年 我们就把目光聚焦在这个 产业化推广 全国签约了600万亩的海水稻 这个土地的改造项目 从今年开始 我们朝着100万亩的目标去奋进 我们希望在10年左右时间 实现我们一亩荒滩变良田 这个就是袁隆平院士生前 为一亩荒滩变良田这个梦想 提出的一句口号 拓荒人精神心火相传 袁院士所说的这个拓荒人精神呢 实际上就是脚踏实地 勇于创新 勇于开拓的那么一种科研精神 虽然袁院士现在 已经不在我们身边了 但是他的精神 会激励着我们 在今后的学习工作中 各处所学 各尽所知 为维护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 奉献力量 那两位想问一下 你们觉得这个时代 赋予你们的是什么 时代赋予了我们 这个奋斗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以及激发我们去创新的一种力量 我们做农业这么多年 虽然一路走来也非常艰辛 但其实全社会 无论在舆论上 还是政策上 都给我们强大的支持和自信心 所以说我们的国家的海水道 这个产业这个技术 会被其他国家所羡慕 所期待 所赞叹 所以我们的农业科学技术创新 才能走到世界的前列 我觉得时代赋予我的 是一个机遇跟平台 像我大学刚刚毕业 就有这么好的机会 加入到这么专业的团队当中去 在今后的这个工作中呢 我也会更加努力 肩负起这个新时代 青年党员身上该有的责任 也为祖国从农业大国 到农业强国 贡献自己的微薄的力量 杂交水道不断迭代改良 海水道实验屡获成功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中国人端稳饭碗 不愁粮食 不仅如此 中国还为促进 世界粮食事业健康发展 维护世界粮食安全 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让世界吃饱饭 是中国农业科学家 科学精神的诠释 也是对全人类 命运共同体的注解 我们再次用掌声 表达我们共同的敬意 致敬 致敬百年风华 广告号更精彩 致敬百年风华 精彩继续 更好的时代 值得更好的你 孟之兰 孟六佳 致敬百年风华 致敬百年风华 优酷全网图播 看综艺 长知识 上优酷解锁更多文化节目 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 致敬百年风华 更多精彩奖先看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关注江苏卫视致敬百年风华 官方微博 观看合集边看边聊 建党百年奋进故事 用您的文字致敬那些 默默奉献 无悔青春的共产党员们 2020年6月23号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 全球组网卫星入轨成功 这标志着北斗三号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 至此 中国北斗 全球卫星导航系统 成为与美国 俄罗斯 欧盟 并列的四大卫星导航系统之一 这个属于我们中国人 自己的卫星导航系统 到底技术有多新 功能有多强 意义有多大 让我们一起来走进北斗的故事 更好的时代 值得更好的你 孟志兰 孟六佳 致敬百年丰华 3 2 1 开始 2020年北斗三号全面抬头 标志着中国正式进入 卫星定位系统全球服务的 新阶段 时光回溯到研发设计阶段 北斗三号卫星总设计师 林宝军带领着一群平均年龄 31岁的年轻队员 提出了70%的创新技术运用 顶着巨大的压力 他们始终坚守初心 在西安野外测空站 日以继夜的工作 反复实验 等卫星发射成功之后 那就能丢掉二十分余岸 等卫星运转到我国上空定点之后 又能丢掉二十分余岸 那如果卫星顺利地接收到 来自太阳的能量 有效载荷开机成功之后 那又能丢掉三十份预案 小朗 你怎么一个人在外面 我出来透透气 听到你这是嘀嘀咕咕的 在嘀咕什么呢 我在想 咱们这次的工程 有百分之七十的技术 都是创新的 我这手上 逛卫星的故障预案 就有两百多份 这可是我们熬了几十个大页 写出来的 可是我却希望 它连一页纸都不要被用到 这种感觉 你现在啊 真的跟我当年一模一样了 九四年 我就跟着顾总开始做神舟了 那时候所有的导航 都得用外国的GPS 处处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当时我们都憋着一口气 一定要有咱们自己的信号体制 凭着这口心气 让我们把北斗给做出来了 那时候我们写的所有的预案 比你写的全部方案还要多 但想法和你一样 千万别用上它们 现在北斗二号都已经上天了 又到了新的空关阶段了 我们要让北斗成为世界第一的卫星导航系统 就是要做出个奇迹 既然要做出奇迹 既然要做出奇迹 就一定要创新 要划时代 尤其是EKA星间链路技术 这可是北斗三号的核心啊 是北斗卫星能够实现全球组网的基础 当我提出来的时候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质疑 没有人做过风险太大 技术空白 我就告诉他们 往常的设计 新技术不超过百分之三十 只是为了安全稳妥 可是我们的技术现在跟上来了 就一定要打破惯例 只有这样 我们的卫星导航 才能做到世界第一 嗯 我想能和您 一样 如果咱们一味地运用已经成熟的 甚至是已经过时的技术 那就是重复 永远再不会有进步了 所以啊 你不要怕预案写得多 写得越多 这说明我们的想法越仔细越周到 就更能说明 我们对这一次的新技术的运用 是有把握的 林总 您放心 我们一定全力以赴 好 我们的征途 是新陈大海 对 我们的征途 是新陈大海 更好的时代 值得更好的你 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 梦之澜梦六佳 邀请您一同聆听 北斗指路的故事 有请来自中科院 微小卫星创新研究院的 北斗三号科研团队上场 大家好 我是中国科学院 北斗三号卫星 总设计师林宝君 我是冷家醒 我是王亚斌 欢迎三位 欢迎三位 能不能请林总 先给我们简单地介绍一下 研制新一代导航系统的 意义是什么 大家可能不太了解 其实跟我们生活 信息相关的80%的信息 都与导航有关 比如说我们的 平时的出行 再说大一点的 注封撤高 包括咱们疫情抗击的 数据的收集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是时间 比如说南北电网的病网 它要求同一时刻病 否则就会出事 这也要用到导航系统 这个导航系统呢 确实意义非常重大 是的 我记得在上个世纪 90年代 还有那么个事件 叫这个银河号事件 我们国家的一艘货船 在公海里面航行 突然就被美国给扣了 扣了以后呢 弯掉了GPS的整个的导航 让我们这个船 就像虾这样的 在公海上飘了30多天 我在想当时应该是 对你们有很大的一个震撼吧 对这个事件说明了 如果我们没有 自己的导航系统 国家安全 海洋权益 太空安全等等 都不会有 所以说导航这种系统 是我们不得不做的 国之重器 这个北斗系统 不是一蹴而就的 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我们建立北斗系统 大概分哪几个阶段 北斗系统呢 到目前为止 经历了三个阶段 一个是北斗一号 解决了我们国家 导航有无的问题 北斗二号呢 解决我们国家 和周边的导航问题 北斗三号呢 实现了全球的服务 王老师的表演当中 就是北斗三号 导航系统当中 一个关键技术 叫做星间链路的 研发跟测试 对 北斗从区域到全球呢 它有一个技术瓶 就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呢 没有全球不战的条件 在你没有不战的地方 卫星的精度就可以迅速下来 你就达不到 全球服务的目的 为此呢 我们想了个办法 就是K相控阵星间链路 就相当于把我贴上的 三十个星 老沈总沈学民 带着我们一起参加 星间链路测试的时候 的一个照片 当时我们国家寿舍中心呢 外部的这个测试场地 没有完全地建好 然后就迎来了 我们第一批的测试人员 然后当时的测试条件 实际上非常艰苦的 没有桌椅 没有卫生间 然后连睡觉的话 都是一块硬木板 但是呢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把星间链路 信号测试测完了 导航卫星的这个 关键的这个技术 迈出了一个非常坚实的一步 这个跟我们想象中 真的差别很大 但是呢 这个北斗三号 其实技术创新 远不止星间链路这一项 对 我们遇到了一百多项 关键技术 比如说我们 双清加双如加五缝切换的 食品技术 高效库放技术 对一个系统工程来讲呢 如果新技术超半 三十多 它就不可控了 但对我们这个团队来讲呢 新技术达到了百分之 其实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怎么处理新技术和风险的关系 我们当时提出给关掉 新技术不等于破靠 我们要依靠创新的 符合科广规律的这个技术 加上成熟的工艺和产品 再加上充分的实验 获得快的发展 事实证明呢 创新没有产生问题 反而解决了一些难题 比如说我们卫星上面 有一个测控子系统里面 应用了一台测控树船一体机 在之前是需要八台设备 来共同完成这样的任务 就是通过我们这个创新 还有顶层的一个优化设计 这台单机呢 可以完成整形的遥控遥测 还有树船的任务 这个呢也是我们北斗卫星 可以成功的一个 非常关键的因素 我们的核心技术 百分之百自主可控 彻底扭转了核心器部件 依赖进口 受制于人的局面 我举个例子 我们星上的CPU 用的不是进口的器材 而是国产的龙芯 欧着那芯片 大概一周 单粒子就能翻转一次 但是我们现在龙芯 首发性已经六年了 第二科性已经五年了 单粒子翻转是零 同时呢 它的性能是别人的十倍 一片CPU就解决原来 几片CPU补充的 一个单机的问题 而且效果非常好 14年的时候 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指出 谁牵住了科技创新 这个牛鼻子 谁走好了科技创新 这步先手棋 谁就能占领先机 赢得优势 我觉得事实就是这样 我们研发设计的 北斗三号 靠的就是创新 2015年3月30日 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 首发星 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 由长征三号运载火箭 发射升空 这期间 北斗三号团队的80多名成员 历时1000多个日日夜夜 生产和配套了近2000台设备 历经了25项大系统间对接试验 和近30项整星级大型试验 研制了一颗结构星 一颗电性星 一颗鉴定星 一颗正样星 完成了从方案 出样到正样的全部工作 终于在2015年3月30日 将这颗凝聚着无数创新成果的 新一代北斗导航卫星 首发星送入太空 其实那一刻 我们的心情是特别复杂的 既包含着不舍 又希望它能够未来走得更好 在转运的这个过程中呢 我们经常说 我们是追星星的人 就是在一路奔跑 一路为这颗卫星去送别 当卫星入轨了之后呢 翻版展开的那一个瞬间 我们好多人都相拥而弃 因为这颗卫星 承载着我们的梦想 也记录了我们的信仰和坚守 你看现在一说 我都会不知不觉 就要那个掉泪 我们这个对美黑卫星啊 确确实实付出了很多心血 感情在里面 我知道在咱们这个团队当中 有很多年轻人 而且有很多都是党员 对 八十一个人 平均年龄三十一岁 用了三年龄三个月的时间 干了GPS2到GPS3 二十年要干的事情 我们这帮年轻人干成了 确确实实为了 北斗能够快速地上天 真是付出的太多太多了 举个例子 当时一个陈勇 他弄了行军床 就摆在我们的四楼那块 一直干了 好几个月 我说 我孩子们别累坏了 他说林老师 没问题 我们身体受得了 我们一个你看 棒棒的 应当说这些党员 包括年轻的 包括老的 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就刚才咱看的 那个沈云敏同志 每次点火前一个小时 我们要把那个卫星 插座拖起来 在那时候呢 其实火箭的推进剂 包括卫星的推进剂 都已经刷上去了 电梯都板开了 为什么有危险 他说 我是共产党员 我来上 每次他都是 最后一个 把所有的问题 检查完之后 从十三层 爬下来 确确实实 这都是一个一个党员 体现着一种责任 是 首发星之后 密集组网 这个组网的阶段 是不是也非常非常的辛苦 对 我们最忙的时候呢 六星同时投产 创造了这个32天完成 发射场测试的 这样的一个奇迹 我们这一年 全年无休 通宵的研制时长 更是多达180天 其实每天 我们分析比对的数据 都将近十个计 如果打印出来 落起来高度 可能跟东方明珠 那么高 将近400多米 我们不到100个人的团队 一年完成了八颗 长寿命 高可靠的业务星 创造了中国的北斗速度 创造了中国的航天基金 也是世界的航天基金 我们第八颗星 打完之后 我写了一个短信 当时说 每一颗星 都凝聚了我们的全部热血 每一颗星 都轻住了我们全部的感情 每一颗星 都寄托了我们美好的希望 每一颗星 都代表了我们的 全权的报国之心 我们要建设 中国的北斗 世界的北斗 一流的北斗 我们还要继续奋斗 其实林总 对于你来说 最近几年当中 应该有两个时间 是你特别骄傲跟自豪的 对 6月23号 北斗3号的 这一颗星发射成功 标志着 北斗的建造 已经完成 7月31号 习主席在人民大会堂 宣布 我们北斗3号 开通 参加完这个 发布会的 在回旗的路上 我也特别开心 写了一首长头诗 自主驻旧北斗星 创新 剥化 玉鲁城 开放 彰显 前与志 融合 时空 谋共赢 自主 创新 开放 融合 万众 一心 追求 卓越 我们要实现 升空 室内 和水下的导航 让导航 无缝间接 给中国人民 以至全世界人民 提供更好的导航服务 这是我们的心愿 我们身边的孟之兰 是中国航天的合作伙伴 更好的时代 值得更好的你 那我就想问一下三位 你们觉得这个时代 赋予你们的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时代 赋予了我拼搏奋进的舞台 我是一名党员 我觉得呢 我们现在是 生逢其时 我期待着 可以继续在这个舞台上 为我国的航天事业 贡献自己的智慧 贡献力量 时代赋予了我新的历史使命 和责任担当 我们要勇于创新 开启我们航天的新增程 真正做到无亏于党 无亏于这个新时代 时代赋予了我的责任和使命 我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 我们要心计国家事 肩负国家责 为民族的复兴 来贡献我们的力量 我也很志豪 作为一名践行 载人航天精神 和新时代北斗精神 一名航天人 能够创造出优秀的产品 建造大国重器 如果说北斗系统 是在太空中 为全球提供高质量 指路服务的中国心 那么新时代北斗精神 就是指引投身于 这项工程的 所有科技工作者 自立自强 攻坚克难的中国心 这颗心始终信念坚毅 是两担一心精神 在新时代的揭续和传承 这颗心激荡使命光荣 是当代科技工作者 对科研前辈们的 接棒与致敬 无论是一亩荒滩变良田 还是北斗寻天全球路 这都是新时代 我国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提升进程的缩影 这些成就的取得 进一步证明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我们完全有基础 有底气 有信心 有能力 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革的机遇 乘势而上 大战宏图 风雨来袭之时 中国共产党 是中国人民 最可靠的主心股 披荆斩棘之路 中国共产党 是复兴征程上 最坚强的领导核心 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我是理想 与时代同行 更好的时代 值得更好的你 孟知兰 孟六佳 向所有新时代奋斗者 致敬 感谢您收看 致敬百年风华 感谢孟知兰 孟六佳 感谢东鹏特与 荣誉赞助 感谢本节目 独家网络合作平台 优酷视频 感谢本节目 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新浪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感谢新华号客户端 新华号的大力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